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是 元氣騎士前傳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 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 最強的TING職業是哪一個 然後也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遊戲的禮拜好序號 還有事前預約的獎勵領取方法 好那麼首先的話 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 最強TING職業喔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官方的Discord 那官方Discord的話也是蠻推薦 大家可以架一下喔 然後這邊的話是有你們 就是他的這個組合職業喔 那可以看到最多人選的話 還是我們的這一個忍者 然後第二個多人選的話 還是這個遊俠 所以說這兩大職業還是比較熱門啦 然後還有更多這種職業的合成啊 然後寵物還有這種裝備 詞條還有等等的一些流派 可以參考一下這篇文章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可以看一下剛剛最多人選的 這一個忍者職業 那算是有可以召喚他的分身技能啦 而且他是所有的武器都是可以選擇的 所以說等到後續版本更新 我們有更多的這種東西可以用的話 我們的忍者職業會越來越強啊 然後他搭配可以搭配的寵物就是阿良 然後接下來右方的話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的這個能力說明哦 基本上他是整體說明是可以在 T-0的水平 而且爆發力也是最高 在打Boss也是相當不虛的 不過缺點的話就是他自身 也算是就非常脆啊 所以說也是需要有一定的這個躲避能力哦 不能夠上去直接硬A啊 要有技能的時候再放 然後打不過就跑 可以遵循這個原則的話 可以選擇我們的忍者職業進行玩玩哦 那如果你本身喜歡這種近戰攻擊的話 那也是可以蠻推薦 剛剛那個Discord社群 是有蠻多人選擇的這個領主 那領主不要看他這個領主 感覺就是一個坦扣 那其實他本身的傷害啊 還有範圍攻擊能力都是相當不錯 而且他也是一個近戰職業啊 而且打造起來的話也是不會太困難哦 新手職業 新手玩家的話是蠻推薦可以選擇 而且推圖能力也是屬於第一T-2 喜歡近戰職業的話可以玩玩這個領主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遊俠 遊俠的話則是喜歡這種 弓箭射擊遠距離攻擊的話 可以稍微遊玩一下 那像這種遠距離職業的話 也是蠻推薦新手可以遊玩的 可以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進行輸出啊 不過他前期的話 像是技能呢 還有那些裝備都沒有到很好 可能在推圖起來會比較困難一點哦 不到中後期的話 他都起來的時候 他的傷害啊 輸出 然後整體的輕圖推圖能力都是相當不錯哦 那以上這三大職業就推薦給大家啊 這算是最多人選擇職業 感覺也是比較強的 然後剩下的話還有一些 而外的其他的法師啊 各種的融合職業 那推薦你們可以先玩這三種職業之後 然後想嘗試看看 就比較熟了之後再去嘗試其他職業玩玩看 然後這遊戲的流派 剛才也是講了相當多種嘛 那推薦 因為剛剛那個Discord算是比較英文的 那你們可以來到這個TabTab 算是陸服陸版啦 那陸服他這邊的話就有非常多的中文攻略 那這邊有一些初始職業啊 然後混合職業 可以直接點進來 然後像是我們想要看遊俠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點 然後這邊的話就有 遊俠的各種流派啊 還有各種培養 裝備技能點 然後配點的這些攻略 都可以直接一一來看看慢慢嘗試啊 因為這個職業真的是太多 這種組合 搭配起來真的是相當豐富啊 好 那麼現在的話來試玩 我們就選一個盜賊來開局 那現在的話我們跟著亞倫 一起探險哦 這是RPG遊戲啊 這邊德里克有這個小貓 教訓這個小貓啊 阿良 來惡霸騎士團 看我們一定是要跟他們戰鬥啊 秋梨村的亞倫 左邊搖桿可以進行控制哦 然後如果你是電腦板用模擬器的話 他可以設置一下他的 就是用鍵盤 WAASD用來控制上下左右啊 然後他這邊 用雷電模擬器的話 是直接把這個 普攻按鈕 是直接用成 滑鼠右鍵 所以說用電腦板的話 模擬器可以自己稍微設計一下 設置成自己喜歡的 好然後這邊的話是 能力點哦 那我們普通的物理攻擊角色的話 就選擇這個力量就好了 然後自力的話 只是法師哦 我們盜賊然後用這個 普攻 好現在的伺服器就相當的不穩定啊 常常就會出現這個 立即重駛哦 然後 之前好像前幾秒 做了一些操作他都會直接當掉 所以說現在玩起來的話是 還蠻痛苦的 等到早上啊 或是其他時間 或是再等個幾天嘛 等到官方 把這個修得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慢慢開始進來玩哦 好這邊有一個下一層 然後盜賊近戰的話就是要 近距攻擊哦 不過他的攻擊還是會有稍微一點小範圍啊 可以在怪物完全碰到我們之前就先砍他一刀哦 這邊木質寶箱 有個帽子 好戴上了帽子 感覺更像一個盜賊哦 我們現在還沒有用過技能 剛剛稍微用一下 直接呈現一個紫色的圖次 好現在又直接連結出錯 不過我們現在還是可以控制我們的 角色移動 但是現在好像就沒辦法一個 按攻擊鍵哦 還蠻奇怪的 不然可以控制 好這邊按一個重視 這玩起來的話體驗真的是還蠻差的哦 好盜賊的攻擊 然後這邊長按的話可以進行一個蓄力攻擊 就是除了技能的話還有那種普攻長按蓄力 反正這遊戲後面的話也是有非常多流牌 可以按照自己喜歡 像是有很多那種技能流啊 或是剛剛那種蓄力流 看到一直要重練真的是會中風 不過近戰的話有個好處是 有怪物會比較聚集啊 然後可以一次釋放很多技能 不像遠程的話 除非你是那種範圍攻擊角色 要不然像遊俠的話就要設一直線 前往下一個地方 路上這些寶箱 這些木箱都沒有掉什麼 其他的物品 打怪升級 反正這個單機遊戲嘛 然後其實也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 多人連機一起遊玩 可能有些比較前期比較 發育沒有那麼好的職業 比較難發育職業可以跟其他的玩家一起玩 然後到中後期的話才會 比較強才可以自己單刷 這樣玩起來體驗會比較舒服啊 這邊 用一下小技能 這邊有個雕像 可以有額外的buff 那這邊要再多額外挺個十幾秒 二十幾秒 好 獲得雕像效果 下面也把這些 小怪給他輕輕了 而且我們現在還多了一個成員哦 在這邊釋放了一個火 是什麼 隕石樹 直接天降隕石啊 這邊哨兵 完全不用害怕 而且我發現我們是點了一個 就可以加速 然後這樣下一次的輸出位比較高 還是怎樣 可以暴擊 好 惡犬幫首領 先把這些小怪給砍了 要不然他在周圍直接射來射去也是蠻煩的 來吃個雪瓶 好 現在我們進戰 就瘋狂的砍 我們完全不用害怕 而且我們現在身上還有 兩瓶藥水可以喝啊 好 直接點砍 升到三級 這樣的話可以回到村子內哦 先撿一下寶箱啊 還有弓箭 帽子 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禮包馬修好對換方式啊 那麼要對換我們可以直接來到這個 騎士之家的左邊 左邊的話會有一個郵箱哦 我們可以點開然後在 下方 這邊的話就可以輸入禮包碼 那禮包碼的話官方這邊目前不知道是修好了沒有啊 那如果修好的話應該就是可以兌換 可以輸入一下這個 thx 然後4 然後allgp 然後輸完就可以按下方的這個打勾確認啦 好那這邊 你看這邊兌換的話就 又直接連結出錯 那反正的話就可以拿到這上面的這些東西啊 好像是 這些好像有些家園外觀 還有這個金塊一些果汁 好這邊的話還有寶箱鑰匙哦 反正要更換的話就在這邊更換啊 我不知道現在伺服器是lag還是怎樣的 現在完全沒變了 可能要再重新登陸 又才可以繼續玩啊 好吧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 這個元氣騎士前傳的最強T0職業 還有一些寵物搭配的流派資訊分享 還有這個遊戲的禮包學號對話 你選教學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